這個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大陸跟俄羅斯的這個戰機 轟6加上戰機就飛越了這個阿拉斯加 那美加當然也戰鬥機上來 就第一次大陸飛離了本土 一直到了 過第二島鏈 然後到了這個北美去 那這個意味什麼 剛剛那個話題就從納坦雅胡的 在以色列的狀況 然後你看看 大陸不斷在嘗試做調停的動作 包括俄乌戰爭 包括以色列跟哈馬斯這邊 都期待調停 可是美國跟大陸在對抗的美國 到處在三峰點火 希望用代理人戰爭 然後從戰爭裡面 他到底要得取什麼樣的利益 那剛剛談到這個以色列的納坦雅 他本來在這個哈馬斯 啟動攻擊的時候 他的民調是很低的 他內部幾乎已經快位置坐不穩了 所以他當時第一瞬間就是打嘛 打了以後就開始把內閣停了暫時內閣就散了 所以整個形勢對他來講是政治形勢是相當不利 所以最後這一次很可能很極大可能就是為了報復 這個前兩個禮拜的攻擊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 那你再看看整個大陸的演習 然後大陸對外不斷地釋放和平的氣氛 要用一帶一路 然後要用經濟共榮 他完全沒有提出說用武器用武力去侵略第三國 然後要崛起他的經濟利益 所以再看看臺灣 你講到說 川普準備要用這位先生 我們現在是2.5% 他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臺灣達到GDP的5% GDP的5%就幾乎我們要編一兆兩千億的預算 各位我們現在今年大概會來到兩兆八九千億 那你等於一兆兩千億就是幾乎用了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預算用在國防軍事 那另外人事費用就占到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二 那你剩下所有的老人補助 龍魚補助 山中六世補助 家修律補助 生孩子補助 除了那都不用說 那你其他所有建設全部停擺 那你就淹水繼續淹水 那你多了一些飛彈 多了一些戰機 再來 我們所向老美購買 我們要 我們確實要護衛我們自己的島嶼啊 我們的土地 我們自己捍衛啊 可是你賣給我們的 你提高我們多少成本啊 我們戰鬥機 別人買一架是二十二億五千萬 我們買一架是將近六十六億 我們用買F-35B的價錢 才買到F-16 那F-16只要真的最倒楣的 就是說真的避免不了開幹了 第一瞬間 我們所有台灣任何機場 連我都知道我們機場哪些跑道啊 就不用講中國大陸 那整個第一時間被這些導彈毀掉了 這一些跑道以後 你買這些F-56 包括AV升級CD 包括EFG都一樣 沒有用 你飛不了 你看看烏克蘭第一時間被鉛制了以後 他一點滯空權都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美國很有誠意說 要我們適度的提高我們的預算 可以 你先坐下來 我幫你特製量身訂做一套 我給你什麼裝備 我F-35B可以垂直起降 我可以提供你 那你其他怎麼樣 對不對 如果你願意這樣跟台灣 你不是啊 你都出一支手 說一說就叫我們買錢 落到現在錢 一千億 兩千億 四千億 五千億 拿去營 叫你交武器 你說不可以 你媽 錢拿了啊 武器不來啊 現在有220億美金 對啊 六千幾個了 那這些武器拿到哪裡去 他拿去給烏克蘭 先給了烏克蘭 包括海馬斯 包括愛國者再來 他給烏克蘭是要算賬的 他是另外這些錢多少錢 將來烏克蘭要還的 然後他賣給我們多少 他賣給烏克蘭多少錢 一定拿我們的 把我們付的成本的這些武器 他是高價賣給烏克蘭 然後他現在進駐沒收了烏克蘭 這些國營企業 將來都要還債的 那如果今天台灣面臨到這些 台灣不比烏克蘭 因為他美國了解我們 有很多外匯存敵 我們有很多錢 他要來拱台灣是這樣 他是看到我們有很多錢 因為搞烏克蘭 他已經得到很多經驗了 這個要先墊款 台灣不用他不用墊款了 我們有的是錢 武器不斷的運過來 那我們就不斷的把錢送過去 那最好台灣人就全破海水 為什麼不能求和平 所以領導人沒有智慧 還好我們看看這個清德兄 看看我們梁文傑說 從兩國論現在到兩岸 現在變成兩區都能談了 用一點智慧嘛 台灣其實可以必戰的